探索异乡他过的神秘叙事,记录不一样的柔风情 近几年里,极限运动似乎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追捧 无论是一些多么刺激艰难的项目,总会有那么几个人敢于尝试 并且各式各样的挑战,几乎都难不倒他们 今天就带大家去看看一位摩托车界的超级大神 他的驾驶技术虽然不是全世界最棒的 但他敢骑着摩托车,飞越了85米宽的运河 这个世界纪录保持吃惊,还没有人能打破 据了解这位摩托车大神,来自澳大利亚 今年28岁,他是世界自由市摩托车越赛的著名车手 因为他从小就很喜欢骑摩托车,更喜欢挑战一些高难度的事情 但最值得他自豪的一次世界纪录,就是驾驶着自己心爱的那辆摩托车 飞越了85米宽的希腊可林斯运河 希腊可林斯运河,是一条横穿希腊可林斯地下的一条运河 整条运河长度为6.3公里,宽85米 运河两侧都是80多米高的悬崖峭壁 但这也是因为如此,希腊可林斯运河才成了很多赛车手想要征服的地方 但是运河的宽度达到了85米宽 如果选手挑战不成功,那将会摔下运河而死亡 而麦迪迅为了迎接这项史无前逆的挑战 足足提前了一周的时间做准备 在开始挑战当天,麦迪迅驾驶自己的摩托车 先从400米开坏的地方转的冲刺 当摩托车的车速达到120公里以后 麦迪迅骑着摩托车,瞬间冲上了斜坡 大概在空中停留了3秒左右 麦迪迅成功落在地面上,并且完成了挑战 这时现场的所有人都为他鼓掌 因为像这样,如此危险的极限挑战 实在是令无数的现场观众感到佩服 怎么样小伙伴们,看完视频之后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本期视频就先介绍这里 欢迎观众们观看更多的精彩视频